好 我们再来聚焦中美军事交流 本周以来 中美两国的海军互动并没有受到南海局势的影响而正常进行 周四 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会见来访的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时 积极肯定了一年来中美海军的各项互动交流活动 并表示 当前中美两国海军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弗雷泽日前也表示 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 据国防部网站消息 吴胜利周四在会见来访的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时指出 当前中美两国海军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 高层频繁互动交流 连演连训不断深化 机制磋商卓有成效 特别是两国海军成功组织中美海空相与安全行为准则磋商 并推动签署准则谅解备报录 有效落实了两国领导人共识 他同时表示 下一步中国海军一线指挥员代表团还将访美 未来两国海军一线部队交流将逐步走向机制化 另一方面 在当地时间周三举行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弗雷泽说 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 有观点认为 虽然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两国官员都表示两国关系总体稳定 双方有能力管控各种分歧 战略利益不完全相同的时候 怎么样避免军事上进行误判 那么这个对两国的外交政策也好 正确的军事战略也好 正确的一个战略选择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觉得就是说中美两国海军的一个加力的交声 两国一个沟通的一个密集 包括两国一些机制性的建设的一个推动 都是两国军事关系或向前推动的一个标志 根据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 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于上周日来华访问 先后参观了中国海军辽宁舰 检艇学院和指挥学院 并与中国海军部队和院校官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这是美军一线指挥人员首次大规模访华 也是辽宁舰首次对外国一线指挥员开放 2014年4月7号 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也曾飞底倾岛 第一时间参观了辽宁舰 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海军航母最先进的国家 就表明我们有这种自信 虽然现在我们相对讲还有一定的落后 但是我们并不忌讳这种落后 那么这种自信我觉得就是对于 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国际舆论 对中国军事领域的一个正面性评价 包括对军事领域的透明性 我觉得都是有利的